我能够在总统府跟大家见面 我美琴非常高兴 脸上挂着笑容 接见德国马赛基金会 印太计划主任格莱怡 赖清德先表达感谢举意 谢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 第二十号就会跟美琴上任 来领导这个国家 我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的重要工作在政治上 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现状 然后带来印太的和平穩定 赖清德强调上任后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不过520前 萧美琴已先低调访美 被解读启动当赖清德的分身 路透社报道 一位台湾官员指出 萧美琴本周抵达美国 接下几天进行低调的个人旅行 其中包括收拾个人物品 《华尔街日报》也报导 知情人士表示 萧美琴还会拜会拜登政府官员 沟通新政府政策 访美后萧美琴也计划 访问其他欧洲国家首都 但不止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 刘鹏宇呛瞎 反对台美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互动 并成萧美琴是顽固的台独分离主义者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现在还不是副总统 他现在不是政府的官员 中国大陆不需要他反应过度 他在美国有很多的朋友 于公于私 那美琴念资在资都是台湾的发展 那我们尊重他形成的安排 那也相信他会做台湾最称职的代言人 就算中国跳脚 但美国白购2025年财政年度预算案 仍首次单独编列1亿美元 协助台湾强化贺阻力 这象征着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具有高度的政治互信与异议 中国对台频频文攻武贺 13号早上三个半小时内 中共还一次出动共击十次架次 其中纠架次逾越海峡中线 说国防部严密警戒 台湾国际盟友也持续用行动表达挺台立场 三选成群结尼开局去海中 得到